贴萨罗尼加后书 保罗发出贴萨罗尼加前书不久 就收到一份关于贴萨罗尼加信徒的报告 说他在前封信中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变得更糟 迫害加剧了 信徒们对耶稣再来感到困惑和惊恐 于是保罗写了这封短信 信中包括三个部分 提到了这间教会的三个问题 首先保罗针对他们所受的持续迫害 提供了盼望 随后他清楚地讲到主再来的日子 最后他特别警戒那些拒绝正常做工的贤懒之人 每部分都以一个明确而简短的祷告结束 保罗以一个感恩祷告开场 他为贴萨罗尼加人持久的信心 爱心 尤其是忍耐而感谢神 他了解到希腊 罗马 甚至犹太的邻居 都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作为被暴力压迫的少数派宗教信徒 保罗担心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信徒们可能会离弃耶稣 所以就像在第一封信中那样 保罗提醒说 他们因为信耶稣遭受苦难 是一种参与神国的方式 耶稣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成为君王 所以跟随他的人 也要通过效法耶稣的非暴力和忍耐 来证明他们已胜过世界 保罗也提醒他们 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耶稣再来时 会对那些压迫他们 以及流无辜者之血的人施行审判 保罗特别指出 那些人所受的惩罚是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保罗并没推测那些拒绝耶稣之人的命运 只是说他们一生都不想与耶稣有任何关系 最终他们将随其所愿 与造物主和他们的王分离 对保罗来说 最大的悲剧就是选择与耶稣隔离 离开一切生命与爱的源头 自取灭亡 保罗以祷告结束了这段思考 他求神使用信徒经历的苦难 让他们的内在品格发生深刻的改变 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耶稣的名 保罗接着讲到一个与耶稣再来 和主的日子相关的具体问题 贴萨卢尼迦教会 一直有人以保罗的名义散布错误的信息 说神对邪恶人类的末日审判 已降临在他们身上 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 这些人可能一直在预测末日的时间 他们还恐吓其他信徒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 面临强烈的逼迫 这里的信徒很容易受到某种言论的伤害 比如耶稣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早已回来 就像保罗在贴萨罗尼加前书五章二节中说的 这些信徒以为自己被撇下了 有可能耶稣已经放弃了这些受苦的贴萨罗尼加人了 这种说法让保罗很生气 他们歪曲了他的教导 耶稣再来绝不应该激起恐惧 而是要给人盼望和信心 保罗提醒说 在成立时 他曾教导他们关于耶稣再来的所有事 他在这里做了简短的总结 但事实上这一段的内容太短了 里面包含了很多需要解释的疑难问题 但有一点很清楚 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十三到十四章 和《弹义礼书七到十二章》中广为人知的主题 就是世上的列国会不断地培养贝逆神的统治者 就像尼布贾尼萨或北国的王过去所做的那样 这些国家领袖都抬高自己变成神圣的权威 保罗发现这些古代君王和预言提供的种种景象与规律 都应验在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陆身上 而且这一切将再次重演 在历史的终点将出现一位极其悖逆的统治者 充满了邪恶的力量 在神的世界中施行暴力 大肆破坏 但不会持续很久 耶稣再来时会对抗这个悖逆者和所有作恶的人 拯救自己的子民 在这里保罗的目的不是激发后世的读者进行末日猜想 相反 他是在安慰贴撒罗尼加人 他想起马可福音13章中耶稣的教导 耶稣说 他再来之前发生的事会非常公开和明显 所以他们不需要害怕或担心自己被抛弃 相反 他们需要持守信心 直到耶稣回来拯救他们 因此 保罗在结尾的祷告中 恳求耶稣和天父 安慰并兼顾贴撒罗尼加信徒 给予他们力量来持守耶稣的真道 由此保罗进入最后一个话题 开始挑战那些游手好闲的弟兄 这里指的不只是懒惰 更是那些不肯负责 拒绝自力更生 结果导致个人生活混乱的人 实际上保罗在前书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 但这次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教会有些人拒绝工作 这可能与之前的问题有关 也许有些人认为耶稣很快会再来 所以辞掉工作 不再过正常的生活 但更有可能的是 保罗提到的问题 与罗马文化中称为赞助人的风俗有关 当时城里住着一些穷人 他们成为有钱人的时刻 类似于做富人的私人助理 依靠富人偶尔的慷慨而过活 但是有很多附加的条件 时刻有时候要参与主人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 更不用说这样的收入很不稳定 当保罗说 有人有手好闲 什么工也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似乎指的就是这类人 因此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 就提醒他们要以他为榜样 保罗没向他们要过钱 反而亲自做工养活自己 并无常地服侍贴撒罗尼家人 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 跟随耶稣的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 来效法耶稣舍己的爱 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 他们的生命也能让别人受益 保罗最后做了一个祷告 恳求神在他们所有的困惑和苦难中 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平安 这封写给贴撒罗尼家人的信 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念 和对末日审判的期待 这些观念不是要激发人对世界末日时间的猜测 相反这些信念带来了盼望 对那些面临激烈迫害的基督徒尤其重要 这会激励他们对耶稣的忠心和委身 因此对后世的基督徒来说 无论他们是否经受迫害 这封信都提醒我们要明白 有什么样的盼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这就是贴撒罗尼家后书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